大家好,我是Alan 加拿大现在疫情 然后我在多伦多,安省的多伦多 这边也不是特别太平 就是已经在家毕业了有一个多月了 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花60万读MBA到底值不值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17年到19年的时候 在多伦多大学读的MBA 当年的学费是11万多 结合着那时候的汇率应该有人民币60万吧 所以我读完毕业以后 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问我 Alan,你说你花60万读一个MBA 到底值不值啊 60万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小的数目 如果加上其他的生活费 像住宿呀社交呀 这个费用 要远远超过60万 所以说我今天想在这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会花60万读MBA 然后我认为值不值 先剧透一下哈 这个答案应该是 It depends 非常官方的一个答案 不过事实真的是这样 就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不是非黑即白 对吧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然后我也会在接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值不值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我读MBA这个原因吧 首先呢 我就想要一个硕士文凭 因为我认为这个文凭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敲门砖 也是别人 就是陌生人可以最快了解你的一个方式 对吧 你就是相当于是降低沟通成本嘛 你增加自己的成功的概率 大部分人都是有自己的偏见的 对吧 这个对学历高还是会有好感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选择读MBA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因为大家都是商学院的 而且读MBA的人 大家一般条件都不差 所以说我希望在这边认识更多的朋友 我本科是在这个UBC温哥华UBC大学读的 如果是在加拿大上过大学的这个朋友 应该都听过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那我那时候从温哥华来到多伦多 实际上真的是蛮难的一个决定 因为在这里你工作以后 其实认识了朋友并不是那么单纯 所以说我也想换一个环境 就是说在校园里面认识一些更纯粹的朋友 结交一些更纯粹的友谊 除此之外呢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我有个心结 刚才也提到我本科是在UBC大学读的嘛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来多大呢 是因为在这个 在国内申请大学的时候被中介坑了 因为中介的这个个人书夫 所以说那时候没有被多大录取 非常可惜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心结 也是说为什么我没有去美国读MBA的原因 因为我当时的成绩就是条件还是非常好的吧 这个有GMAT 然后GPA也挺高的 本科毕业的学校还不错 所以说我那时候也获得了美国顶尖商学院的offer 但是我没有选择去 OK 那讲完我自己的个人情况呢 我这个跟大家讨论一下 在北美申请MBA的这个申请流程 还有说录取分数和要求吧 首先呢就需要这个申请人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MBA嘛中文就是工商管理 其实我们在MBA学的课上全部都是跟管理相关的 那如果说你本身没有管理经验的话 其实你非常难就是用同理心去理解老师讲的这个内容 那包括说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 你也没有办法在课堂中去提供非常有建设性的这些观点 说真的如果你真的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即使你进到商学院你会发现不是那么的有必要 因为讲的东西都是非常理论的 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同时你的同学其实可能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 就小屁孩嘛 连工作都没有工作过 可能就是有钱或者有关系怎么样的 就别人会这样看待你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说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是要有的 其次就是说这个本科的GP要有3.0以上 然后呢就是说还有GMAT成绩 就是GMAT以这个加拿大来说 如果想去顶级的商学院 加拿大顶级商学院比如说Routman 对吧然后UBC的Sauder商学院 还有说像仙大略的Ivy商学院 那去GMAT至少要680 我建议大家考到700以上 那如果是要申请像美国的顶级商学院 比如说斯坦福哈佛 那至少要720 对吧 同时这些顶级商学院实际上非常的喜欢有大公司的工作经验的这些申请者 比如说你在花旗银行 比如说你在你在这个摩根斯坦利 你在高盛这样的头顶级投行做过两年 那你这样这种情况其实你申请MBA还是比较容易的 嗯接下来就是说申请的环节是刚开始你要提交像推荐信 然后你的这个transcript你的大学成绩你的个人简历你的个人陈述 然后同时后面还会有这个video interview video essay 然后最后会是一个in person的group interview 就是可能会有两个或者三个人跟你一起去面试讨论一下你 你这个读MBA的原因愿景未来想做什么 然后包括核实一下你的简历中的经历是不是真实的 那我也建议大家最好写真实的东西 不然到时候面试时候兜不住那就尴尬了 OK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正题 就是说花60万读MBA到底值不值 我刚才也提到过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对吧 其实因人而异的 首先呢我希望大家在在考虑值不值这个问题之前呢 先想仔细想一想你读MBA的原因是什么 那根据我的这个跟同学包括跟朋友们的讨论 一般的原因实际上是有这四个 第一个就是升职加薪 可能说在一个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遇到瓶颈了 或者是公司要求比如说你要升职的话 你必须有硕士的这样的经历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很多同学就会选择去读一个MBA 或者是说公司如果是公司比较大气比较有钱的哈 他会选择资助你 对吧那这时候你连学费都省了 第二个普遍的原因是想要换行对吧换工作的同学 因为你在MBA学的这个学科会比较广吗 你会学到金融你会学到经济你会学到会计统计物流 然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等 就所有的科目其他都会去cover到的 如果说本科学比如说IT或者是工程的同学 那这时候学完MBA以后其实就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咨询的工作 consulting对吧 或者是去其他的这个行业里面 那这时候读MBA是有助于大家去换工作 或者和这个换行业的 第三个读MBA的原因呢 是想拓展自己的人脉交朋友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陈欧创立巨美优品的故事 在这个斯坦福MBA遇到的他的合伙创始人co-founder 然后他们毕业了以后呢就创立了巨美优品 获得了徐小平老师的投资 然后不到四年的时间 俊美优品就在纽交所上市了 那成欧也顺利成为了这个 那时候最成功的80后对吧 这个为自己代言大家的偶像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在MBA里面你会遇到非常多的可能 就是you have a lot of possibilities 你的朋友啊 然后你的老师 这个学校的工作人员都会是你未来生活中的一大笔财富 最后一个读MBA的原因实际上会跟加拿大这个特点有关 加拿大本身是一个非常欢迎移民的一个国家 也不是欢迎吧至少是非常友好对吧 相对于美国来说 那根据加拿大现在的移民政策来说 如果说你拿到了加拿大的硕士 每个省份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政策 就是你还是比较容易拿到这边的永久居民身份的 对所以说很多那时候我的朋友来加拿大读MBA的原因 就是因为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可以日后在加拿大定居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如果我刚才提到四个原因 正是你想读MBA的原因的话 那你接下来就要考虑你是否有这一个经济能力 我在视频的最开始也提到了 就是我花了60万在多伦多大学读MBA 那这个费用仅仅是学费 我可以给大家算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费用 就是你在多伦多比如说你要租房 那这里面这个学校附近的公寓一个月 在市中心也要怎么样也要1000多块钱 对吧1000多加币哈 那人民币和加币的汇率现在是5.1 这个样子大家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那你平时还有你的其他生活费 像你的这个衣食住行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费用就是社交的费用 因为大家这个在MBA 其实都是为了结交更多的朋友和人脉的 那免不了出去吃吃喝喝 那这个费用实际上也是算就是积累起来还是蛮大的 你总不能说你的MBA就是为了学习 别人叫你吃饭你也不去你说我没有钱 那这个情况肯定当然是有的 但是如果真是发生了就比较尴尬了哈 这边现在风好大呀 加拿大现在就是多伦多才十万一度两度这个样子 所以我你看我现在穿着这个羽绒服还是会感觉比较冷 嘴都有点哆嗦 你的社交费用你的房租你的衣食住行 然后你还要去购物对吧 再加上60万的学费 所以一年下来这个费用加起来很快就会超过比如说80万和90万人民币了 这个当然是这个因人而异哈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隐藏的费用是很多朋友会忽略的 这个费用就叫做机会成本 那英文就叫Optunity Cost 那什么是机会成本呢 机会成本就是说 在读MBA这件事情上来说 机会成本其实就是你两年的工资 对吧 你如果不来读这个MBA 那你可以在公司里工作两年 那假设你的这个一年的平均工资是30万人民币的话 那一两年的工资就60万人民币 那你如果加上这个机会成本的话 其实你读完你读完MBA的这个费用就更高了 对吧 那个60万这学费加上60万的机会成本 再加上二三十万的这个生活费 那你算算这个费用会是多少 非常恐怖了 大家考虑完这些费用以后呢 其实就可以把它放入模型当中 然后用这个一个model去看自己读MBA到底值不值 其实读MBA就跟投资一样嘛 你花60万 比如说你花60万去买一辆车或者买一个房子 这个现在可能也买不到房子 在北上玩可能只能买个厕所了哈 就是说 嗯 其实你花60万 其实就是投资自己 那投资自己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投资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商业模型 就叫做MPV 也就是净限制模型 那我们把比如说 这个我们的这些费用全部放到这个净限制模型当中 最后去run这个model 看你的净限制最后是大于0还是小于0 如果是大于0 那就说明你这个读这个MBA是值的 对吧 如果是小于0 那就是不值 那我们就选择放弃读MBA 就算大家用的是同样的净限制模型 但得出来的节目可能会不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有些人这个他的机会成本可能是 呃这个500万对吧 如果他本身就是非常自己在创业 对吧一年能赚250万人民币 那他放弃了这两年的创业 然后反而去读MBA 那他实际上他的机会成本就250万 但有些人的机会成本可能比如说就20万对吧 一年只赚10万想通过MBA去飞光腾达去评估青云 那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哈 那这时候他的这个机会成本的 在模型当中的数数字会不一样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对呃这个 你可以给任何这个factor 我们叫因素一个数字 比如说海外定居 那我有一个同学呢 他之前就在北京的百度工作 那他那时候已经做到了年薪50万人民币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选择来加拿大 就是为了海外定居 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呃 我夸张一些 比如说海外定居 对他来说的价值是1000万人民币 那他如果把这个价值放到他的模型当中 就相当于他赚了1000万对吧 那他这个模型的最后的数字肯定会大于零 但是如果说海外定居 比如对于一个其他人来说是零 因为他可能他读完MBA以后就要回国创业 那他这个模型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学过金融的朋友或者做过投资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即使同一个model 但是如果说你的assumption就是你的假设不一样的话 你得出来的结果会完全的不一样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对不同的factor赋予的价值不一样 assumption不一样 所以说结果也才会不一样 值不值60万值不值实际上是取决你个人的情况 这边还是太冷了 我坐着跟大家说吧 跟大家扯了一大堆大道理以后呢 就是我给大家这几点建议吧 首先如果是你想申请MBA 你一定要尽早准备 因为你要准备你的推荐信对吧 可能很多在这个想换工作的朋友 为什么想换工作可能就是因为对公司不满意嘛 那这时候你找老板或者找你的这个领导要推荐信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再加上可能已经离开校园一段时间了 去找教授有推荐信也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大家一定要腾出时间去要推荐信 包括说考这个GMAT 这个学习GMAT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大家一定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准备 第二个给大家建议就是说大家要思考一下我刚才提到这些原因 那读MBA的原因目的包括说直接的费用和隐藏的费用 对吧 其实这个有时候读MBA问别人不是不可以 但是别人不可能告诉你一个准确的答案 他只会告诉你一个方向 就比如说海外定居对吧 你认为海外定居很有价值 别人可能感觉一文不值 或者是你感觉你想去结交人脉 但是别人感觉就是I don't care 我这个我自己很有钱 我也不想去认识更多朋友 可能这一块对我的价值就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是你去问别人问题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方向 但是究竟这个这个factor对你来说 到底有值多少钱对吧 你赋予他多大的重要性多少意义 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与其说考虑花60万读MBA值不值 大家不如考虑你能否承担 这个它不值的后果 比如说你账上存款有1000万 对吧那你花60万读一个MBA 或者你60万买辆车买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小数字 但是如果说你账上只有60万 然后你花这60万去读MBA 想着用这60万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那这时候就是你们的心态会是不一样的 一个就比较放松对吧 那放松的时候更容易去做出非常明智的选择 一个就是就是后者的话 我不认为会是一个投资了 更像是一个赌博对吧 你花这60万去买未来飞黄同达这个机会 那万一你输了呢 对吧 我也见过非常多的朋友还有同学 读完MBA以后 工作可能还不如之前的工作 或者是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那今天就跟大家闲聊到这里了 这个多伦多现在真的非常冷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边疫情已经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了 很长时间没有剪头了 跟狗肯一样头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下次可以跟大家再分享更多的经验